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早晨 知道你們都是長途拔洩 經過難關重重來到 給大家一點掌聲 另外我又發覺 大家看到我這裡有個公仔嗎 公仔穿著一套就叫做培政校服 培政學生老師請舉手 讓我看看有多少 今天應該有很多人在 多謝他 是不是我們兩個應該拍獎 今天的題目是我定的 穆恩也是我請的 因為走到今天 作為一個不是讀中文 又不是讀傳理 只是一個狂熱愛寫作的人 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也好 境界也好 我有幾件事很想感謝 第一我要感謝我的上帝 因為我在18歲的時候 很想寫東西 但當時你知道我在讀什麼嗎 我在讀培政最厲害的科 是甚麼 數學 我讀數學 但是我就說 上帝你給我 有機會進入文字工作 結果這個祈禱是聽了 第二我要很感謝這間學校 培政的中文真的很好 校長在這裡 我不是擦鞋 不過我真的覺得 我中文的基礎 很多對書本的熱愛 都是培政的老師感染我 而另外 走到今天 我有一個心願 就是很開心看到下一代 我怎麼認識木欣的呢 我都要declare interest 我是在前年 前年校園作家 前年校園作家 我是評審 我就一直看著就看著 哇看到片文 我發覺那些分數 我可以比另外的多高 就是簡直一看 哇驚為天人 我這樣形容 然後大家一致通過 都選了 就是她的書 《花雪》 作為第一屆 是嗎 是是不是第一屆 寶欣好像是 第一屆校園作家得主 對 青年協會好像是校園作家大賞得主 然後,主辦單位才告訴我 是培政的 我當時很開心 我說師妹,師妹,怎樣都要認識 所以今天就請了木欣上來 木欣也有很多同學支持她 我加入手,好嗎? 木欣也有很多粉絲 好,開始說了 我會跟木欣聊天 我們又聊天 你有甚麼想說,你就舉手 我看不到你,好嗎? 好,隨時 我為何會喜歡寫作呢? 我要感謝我媽媽 讓大家看這一張 我媽媽在很久之前 如果你年紀夠大 你應該聽過一本雜誌 叫做《清秀雜誌》 有沒有人舉手? 不敢舉了 她訪問我媽媽 我媽媽是第一個 股票市場的女經紀 她之前是培政教音樂的 後來失聲 四十多歲的時候 覺得人生可以怎樣走 在爸爸鼓勵之下 媽媽進入了股票市場 她進入很奇妙 因為她唱女高音 大家明白嗎? 當時股票市場全部都是男人 她一唱歌 即是幾個鼓勵 只有一把女人聲 很容易入行 憑著她長袖羨慕 她做得很出色 在這篇訪問中 她說了一句話 她說 別人做到的事 我如果要學 我都做到 而且 我會相信我做得更加好 我媽媽還有另外一件事 影響我 就是我家是沒有玩具的 是沒有煮飯的 也沒有寶貝公仔 她只是買書給我 她說書讓你買 當時有一間書局叫世界書局 我想你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媽媽有空就跟我去世界書局 你看看你喜歡看甚麼書 於是 我想我小四五六左右 有些是連環套 你看看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書 現在是現代版 不過當時我真的看漫畫版 西遊記 下面的同學有沒有看過?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 《八十日環遊世界》 是 《魯賓遜飄留記》等等 都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書 我就是在書海裡 去探索 我自己很喜歡的幻想世界 我經常覺得 錯了一本書 想回那個場景 我就當自己去那裡 那你呢? 你小時候怎樣? 家裡有很多書嗎? 我應該是 好像剛剛師母所說 媽媽是跟你有淵源 在這件事上 我應該是 爸爸是浸會出版社 剛剛 爸爸和何牧都相談心歡 應該就是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從小到大 家裡都是 在書本的浸淫之下成長 可能文學的氣息 都是對於我們成長 有很大的分圖作用 好像是 POWERPOINT上面的書 大概 都看過 至少知道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 書對我的成長來說很重要 即是你的玩具也是書 同樣嗎? 我有寶貝的 你有寶貝的 那你比較好 我應該是 怎麼說 我好像師母 這樣的相反 因為我 我不擅長在數學 可能就是 神 指引很明確 就是要我走遠遠的道路 我解釋一下 可能有些人說 為甚麼他叫我師母 因為我先生是牧師 所以我叫師母 有些人叫我武師 我不是師母 繼續 你叫師母 所以 我覺得神的指引很明確 可能在機緣巧合之下 參加了校園作家 或之後信修文學 都是一條很明確的道路 都很感恩 有師母等等 都可以認識到不同的文字工作者 我的寫作夢才得以確立得勻 其實我很羨慕你 我給你看一下下像 我在中一的時候 我很感恩 碰到我 我形容她是我的恩師 我中一的老師 樂曉梅老師 她知道我喜歡寫東西 每個星期 除了本身的作文 我會寫多一篇給她 在她介紹我看這些 你們有沒有看過 英子姑娘 家春秋 老舍老順 全部 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我喜歡課語在這裡讀 我甚至 現在有校長在這裡 不怕說 上面上課 我下面就在看這些書 我也是 與你也是 課學閱讀 其實可以課堂都閱讀 不是… 現在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教壞我們的同學 不過我想看到的一件事 是我們很喜歡看書 什麼時候呢? 一看到書 一看到文字 就很開心 我想也是 下面一個是李欣貧 我不知道有沒有介紹給你 是成品的廣告文案創作人 他比我年輕 但我覺得他一些東西都幫到我 他說 因為書本 因為書可以讓我身體不必動 就可以走到最遠的心靈旅行 是嗎? 你的心可以跟別人走 雖然腳不能走 下面那個好 他說每天看一半書 一年就跟別人有365本書的差距 那就不用每天看一半 大家很有壓力 一個星期一半 應該有多少差距 五十二 懂得計數那些 記得 我覺得很好 閱讀 對我來說 我在中一還喜歡讀這個人的詞 有沒有讀過? 都是老師教我 沉沉覓覓 冷冷清清 齊齊慘齊齊齊 詐亂寒寒時候 最難張飾 我整首背了 為什麼會這麼悲慘呢? 還有跟我寫的東西也有關 或者跟我家裡有關 其實我爸爸 在我差不多中一、二、三的時候 就發覺他情緒有問題 如果現在叫做嚴重的抑鬱症 在家裡 每天都 我會形容在搏鬥裡面 回到家裡 爹、媽媽會吵架 爸爸甚至會做一些很難想像的事情 傷害自己等等 一個方溫的女生 能夠做什麼呢? 發覺寫作是一種很好的療癒 再給你看看下一張 是我這一世人第一首寫的詩 《孤周梵映夜秀情》 《夕陽邪照配妻清》 《心中仇虎向誰掃》 《遺望魂開見月明》 這樣也不錯吧? 我當時經常用這首詩問 我有一段時間經常跟中學生說話 一打就打這首詩出來 就問他 你覺得是李白還是杜甫寫 每個人都說李白 我很高興 我說不是 是我寫的 你呢? 你應該不是這樣的 是嗎? 我應該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從小學開始 可能作文比較出眾 開始站到頭角 可能作文背後的評語 老師的常識 即是紅色筆的一言半語 其實已經是很大的推動力 坦白說 我對寫作的熱愛 可能其實是由成就感開始累積的 因為成年人 對我們幼苗來說 一句說話、一份支持 已經是很大的推動力 而且可以確立了我們 前路亡亡的方向 但是沒有出現一個白落 或者怎樣真是指引我的 即是童年時期 反而是書裡面的角色 或者書的作者 就給了很大的推動力 即是有時候見到金融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金融 我的童年可能是由金融和藝康建築出來的 所以 我記得金融的一篇訪問 有西洋的武術大師 就是去信去約他 去切磋武藝 但他其實對武藝是一曉不通的 可能他只不過是用文字 去很匯聲匯影的描繪 這樣的武打場面出來 我就覺得原來文字 可以建構一個新的世界 去反映現實社會 就覺得是一件很天馬行空很新奇的事情 所以就確立了我對文字的熱愛 我期待你遲些寫武俠小說 應該是 對我來說 就是文字真是一種給我另一個空間去表達 你寫的東西都挺正面的 我看你花雪用十二種花 我突然間昨天想起 原來我也寫過小說 我在我中三那年寫了二十頁的小說 我還記得寫自己家裡 家裡叫冷雨 真的很冷的公寓 媽媽叫冷冒 爸爸叫冷冒 誰知道 那一篇小說 我又是給我的好同學 就像你們剛才那樣抱頭抱頸 我就放在家門口 叫同學來拿 給媽媽看了 然後把我整篇小說撕爛了 就說 寫了這麼無謂的東西 悲春相秋 我和你的祭語很不同 我是只有方溫的羅老師欣賞過我 所以我一輩子都記得他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是你會問為什麼 我想是 可能裡面有一種對文字的熱愛和推動力 周圍的人 你們未必欣賞 甚至我試過信了耶穌之後 在一間教會 我很想去學寫作 但也沒有人收我 一直都沒有 直到 我很感謝我先生在這裡 直到我有機會遇到一個 校園雜誌的主編 他跟我說過 你告訴別人你喜歡寫作 你去把握這個機會 我膽粗粗走出去 我跟他說 我很喜歡寫作 你讀什麼? 數學 他已經整個臉 但他後來就跟我說 你留下你的地址 當時在台北 我留下了兩年之後 他就叫我寫第一篇的稿 叫做《香港1997》 叫做《香港1997》 今天的展覽出來了 所以 制語不同 但是 大家都在做文字工作 是否很奇妙? 我以後真的做文字工作 因為 現在來說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 都對文字有興趣 或者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的朋友 但是 可能 就像我們這次考試 我們的題目 是 生命中最重要的 你可以填這個詞匯 挺好的 是一個發揮空間很大的題目 你以為 這樣 我們要做《比較意識》 《聚》字是《比較意識》 有 差不多 我想有七成人 有沒有 是的 七成人因為 這個《比較意識》不合格 是 在座 我的朋友們 是很優秀的朋友們 他們對於戲劇 或者文學 都有很大的追求 尤其是 可能他們的文字 會很反映時事 是我很喜歡看的文字 但是 就因為這樣 就不合格 所以 有時候可能 在教育制度下的打擊 是大 可能 對創意的扼殺 也是很嚴重 嗯 我自己就不相信 在一個框架裡面 當然 框架裡面寫好像 更虧更矩 我經常都 脫離了那個框架 所以 我不是有教一些寫作班 我有些寫作班 學生在這裡 會覺得 我覺得 寫東西是好玩的 閱讀也是好玩的 我們先說一下閱讀 閱讀對於我來說 是重複的學習反省反思 什麼叫做 重複的學習反省反思 看下面的一章 是一本書叫做 《How to read a book》 你有沒有聽過 是這麼厚的 是教你一本很基本的書 教你如何看一本書 第一 你要看它的主題 作者如何表達主題 第三 你要看它是否有道理 你如果覺得這本書 有問號 我會很喜歡在這本書上 自己寫筆記 畫一些符號 打問號 然後有些事情 我覺得不明白 繼續去找 現在很容易 你上Google找到很多資料 找回那個作者 找回他說的詞 有什麼意思 第四 這本書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很記得 李欣憑說過 他說 我們心裡有一個問題 你就會找一本書 而那本書可能是 跟你在說話 你好像在跟作者 做朋友 當中有一種共鳴的感覺 然後那種共鳴 它可能幫到你 譬如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看了很多 和死亡有關的書 其中一本叫《用心去活》 我今天沒有帶來 是一個死亡學者 Elizabeth Kubler-Ross 她寫 人生如果有些遺憾 你就今天要好好珍惜 然後我很記得她一句 她說 如果人生是一間學校的話 失去是你一定要學的必修科 有時候一句話就會影響 你呢? 對你來說 書或者閱讀又是怎樣的? 我小時候剛剛也說了 我比較喜歡看 比較負娛樂性的書 就是《Harry Potter》 《維斯利》 《金融》等等 但是可能去到青少年時期 就比較喜歡看 散文或者紳思 譬如台灣文壇裡面 有很多很優秀的作品 例如《張世》 或者是《任明信》的紳思 《你沒有好結果》 《你沒有更好的命運》 都是我很欣賞的作品 還有近期想推薦這本書給大家 就是《兩成相信自不甘絕望的你》 好像剛剛師傅說 看一本書好像跟作者做了朋友 我應該是跟作者做了朋友 先去接觸這本書 欸? Gabriel Gabriel好像還沒到 Gabriel應該會來的 他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這本書是一個很貼地的靈命提醒 可能我們有很多時候作為信二代 我也是基督徒家庭成長 書裡有一句說到 就是我們信但是信不足 在天國的窄路上面 很多時候會有跌倒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這本書是很貼地 從日常生活去掀起很多靈命上的思考 靈命上很好的糧食 可能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在對信仰有基本的接觸的時候 可以用這本書去堅固自己對信仰的反思 而不是單單一個信字 是要身體力行地展現出信徒的榜樣 那… 可以去《兩光文化》嗎? 一會兒 好… 我想… 書裡最重要的是 其中一件事 除了提供我們知識 是滋養心靈的 你令我想起我一個很喜歡的作者 叫《古倫神父》 他有很多書 最近在看的一本 叫《不要錯過生命》 他當中有說到 我們人的心 有兩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你喝什麼水 你每天吸收什麼 第二就是你有沒有信念 在背後 那我們下去吧 又看看 我又說李隱憑 因為他本書我也看了很多次 他說 為什麼要喜歡閱讀呢? 他說當我迷失自己 當我懷憂喪智 當我在人際或者愛情上挫敗 我就會找書來解困 要不是這些書 我早就不知死了幾次了 這就是身為人的可貴 動物心情不好就不懂得看書 但身為人 坐擁書成千萬本知識智慧 都是過去數萬人 以生命以創痛 以驚喜所留下的靈魂記錄 在我們眼前的問題 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線索 我們怎麼能在寶山之中 還在說自己很寂寞呢? 我很同意 心裏有一個問題 然後找一些書來看 當然 培養昏圍正向的欣賞 下去吧 投入熱情 豐富生命 我覺得寶山是要有這種熱情 我們有時候叫做心流 即是說 你埋在裡面 你完全不知道周圍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很開心地說很多 你的同學喜歡寶山 因為我通常問都沒有什麼 我還試過有一年 在一個文學獎 看到一位驚為天人 拿了第一名學生 我約他出來喝東西 我會這樣做 所以我就約你 我約他出來喝東西 我就跟他說 你打算文學的路怎麼樣 他的文筆好像穿上春樹 我還記得 又是中學三年級 他說 我沒有打算繼續寫下去 我說你打算讀什麼 讀雙科 我說為什麼讀雙科 賺多一點錢 然後喝完半個小時的茶 就走了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 我說 有沒有一些很熱愛文學 熱害寫作的人 在我走過的路上 可以給予此鼓勵一下 熱情 我想就是這件事 總之任何東西 你都未必會懂 是那件事 你有興趣 你要謹慎練習 你有目的去做 可能你有想要寫的東西 那我又問問你 因為有很多年輕人在這裡 你是每天都寫 你是如何開始寫作的紀律 以及鍛鍊的 是有人逼你 應該沒有 自己來的 其實應該是由中三 要開始選科了 我之後 好像未來已經逼得很近 要開始想 我前路要怎麼走 就會開始 又不應該選擇什麼課 然後看到文學 我一直都以為 文學一定是我想讀的東西 因為人生到大 看這麼多書 寫這麼多文 但是 發覺 我真的去劃心文學 這一科讀什麼的時候 就會有些 猶豫不決 但是後來 找了那時候 中文老師 也有幫我 寫了黃錦洪老師 他很熱心地幫我 找了很多文學相關的活動 還有一些創作型 就是因為這樣的推薦之下 進入了校園作家 我在寫《花術》的過程中 一開始 其實 有沒有人逼我寫呢 我想可能是 校園作家的 deadline 逼我寫的 但是寫寫下 一開始當作是婦差 因為別人各個停課 大家在家裡報劇 我寫文 我都會 有這個 我是不是寫完會有結果 有這樣的反思 但是 越寫 就是發現 寫作不是一種 笑號 寫作是一種 在現實生活裡面的延伸 可以整理好自己的感情 整理好自己的思緒的時候 寫作對於我來說 是一件這樣的事情 所以 就慢慢 原來寫作不是一件婦差 所以就不會說 我每天要寫多少字 就是不會像教作文功課 我每天要寫八百字 反而可能是 如果那天真的沒有靈感的時候 那 硬要寫出來的文 都是不會可以撼動人心的 反而我的靈感寸圓 是來自於生活的細節 我最近 有個新玩具 菲林相機 我一陣子就會 將它 可能拍攝 街頭上不同的風景 之後 看回的時候 有什麼會觸動我 才會寫 或者是 社交媒體 去記錄我的文字 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但是如果 逼著要寫的話 我覺得 死逼難逼 是逼不到好作品出來的 完全同意 我覺得 真的要寫 你要心有所感 你眼睛觀察到 然後 對自己來說 是一個 我經常都覺得 當寫的時候 要有一種旁觀者的角色 你看回自己 走過 看過的東西 然後怎樣寫下 我 好像你這麼大年紀 這麼年輕 寫完的東西 都仍然是悲春雙秋 經常在那裡 有冷腐冷帽 在那裡 愛嘆 到慢慢慢慢 我發覺到 有幾件事很重要 譬如下一張 培養氛圍 正向欣賞 讓自己多吸收正面的東西 我很記得 我昨天訪問過一個作家 他叫陳映珍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他就告訴我 他說 在任何黑暗的角落裡 你都要去找那點的光 亦是因為 那個原因 我在當時的雜誌 就開始了一個人間略影的專欄 給自己一個機會 每個月訪問不同的人 譬如 盲的 露宿者 我甚至訪問過 沒有聽過母女 很多不同的人生 又或者一對盲的夫婦 但原來他們很開心 我還記得那個場景 他們兩個牽著手 然後帶我們進去 他們三個子女都沒事 但整間屋不開燈 大家明白嗎 他們的子女有遷就父母 然後我還看著他們 媽媽煮一頓的 麻婆豆腐怎樣煮 你不要以為他媽媽看不到 他真的摸得很熟悉 而那家人在一個這麼單純的生活環境 好像沒有光的家裡 他們吃東西 你看到他們的互動很開心 另外再下去 我遇到這位 老叔姐 阿溫 也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做訪問 我並不只是訪問完他離開 所以我真的繼續探望他 和他吃東西 最初訪問阿溫 阿溫是沒有反應的 我跟他說阿溫 我知道他叫阿溫 他去探望他 一個星期探望一次 他看著我 不探望我 直到有一天 我跟他去茶餐廳吃東西 我在吃東西裡 在我錢包裡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我當時也問我創作班的學生 你以為羅老師拿了甚麼東西出來 阿溫會開金口說話 那些同學就說 一千元 我說當然不是 我拿了我全家福的照片出來 然後我就跟阿溫說 這個是我老公 何牧師 這個是我女兒 他怎樣 他又在他的錢包裡 你別以為老叔姐沒有錢包 他有的 拿了一張照片出來 他說這個是我的老婆 這個是我的兒子 一歲 在梅縣 我為何要出來行黑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錢 所以 我很多時候都 和我做親子教育 就跟媽媽說 我們媽媽看到有人在那裡 黑錢 就會這樣說 你走過去 你看他 為何會在那裡黑錢 然後就跟兒子和女兒說 因為他不讀書 只是不讀書 所以 我發覺有些同學都說 對,媽媽是這麼說的 但經歷過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說 其實 每一個人的背後 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不要因為他今天在做的事情 我們就去看低他 或者不接納他 這張照片 是我和阿溫失散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有一次告訴我 他被人抓到精神病院 我找不到他 但後來 我在一個公開的講座 我講阿溫的故事 有個社工說 他上了房子 去探望他 這一張 就是去探望阿溫的時候 阿溫和我們一起拍的 我想最難得的事情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很多時候 和很多朋友認識 交往 有幫助過很多人 但阿溫 他每次說 跟我和何牧師吃飯 吃甚麼 我們說過甚麼 有甚麼鼓勵他 我說為何阿溫你記得 他說 得人恩典千年記 我記得聖經有一句話 他說 你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就做在我身上 在這個朋友身上 我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 寫作靈感到處都是 難忘的故事 你接觸的人 我又問問你 木欣 在花雪裏 有甚麼人物 可能是陌生人 但對你很深刻的印象 而是你要提筆捨低 有 其實有時候 可能因為我本身 都會記錄了很多東西 即是現在社交媒體 很方便 可以記錄了很多 生活上的細節位 其實《花雪》裏面 有第一篇的小說 講一個 比較精神的 少少 躁鬱的男生 都是我身邊朋友的 一個男徒 一個人版 或者是我自己的情感來源 或者我身邊 我是一個很好的身份 我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因為我身邊有這麼多 朋友 作為我的人版 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或者甚至是 可能是街頭上面 看到一些街頭上的情況 即是我在花雪裏 有寫一篇就是 一個單親的媽媽 牽著一個很年幼的小朋友 以及手抱著一個很年幼的寶寶的時候 見到這個無愛的偉大 再亂想自己的家 其實我覺得街頭上的小小細節 已經足以亂想到很多東西 那你會不會像我這樣 突然間在街頭看見一些東西 還餓了 站在那裡看很久 我會拍攝 對呀 對呀 拍攝也好 對呀 我會拍攝 有一次我看到 有一次我跟Gabriel吃飯 看到一個 咖啡杯的那些 茶漬很漂亮 然後我拍攝了 然後我想寫一篇 即是生命中的文露 鬼跡的文 我其實心裡也有一個故事 是最近發生的 何牧師應該記得 我那天跟他在街頭 有一輛車 我就看到一隻很漂亮的柴犬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柴犬 我家裡也養了一隻 但是那隻柴犬 我們車在駕駛的時候 它一直看著我 於是我就停了一輛車 我走到柴犬裡 它一直對著我擺味 然後就要我摸它 我一直摸它 它一直叫 那種感覺很有趣 是一隻陌生的柴犬 於是我腦袋已經在想這些故事 我為什麼會認識它呢 之前是否見過呢 裡面有很多東西出來 我想我們敏感的心就是這樣 不過有時候敏感也很辛苦 個人會很累 多數善感是挺辛苦的事情 因為有時候 好像我寫完《花雪》之後 就有一陣子 精神狀況都比較不穩定 都去了見CP 即是臨床心理學家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因為可能有很多的期望 在排山倒開這麼湧來的時候 可能我自己本身的心比較善感 我媽媽經常笑我 心是可以感覺到很多東西 但是身體的時候 可能我會不懂得冷 不懂得熱 所以多數善感是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正正因為多數善感 才可以令我感受到很多人事物 還有其他人文 其他情感 是其他人可能觸合不到的 你剛才也很勇敢地說出來 你會見CP 其實我想回我中學時代 因為我爸爸媽媽有很多衝突 我都好像被他們抓去見過一次 然後當時完全不懂得處理 到後來因為有信仰 還有看很多的書 還有找人談 都很重要 因為多數善感本來是好的 但是經常都多數善感 那人就會在低谷起不翻身 我很記得我在很多低谷的時候 有很多的書就安慰到我 譬如我剛才說的 古倫神父也好 路雲神父也好 我們再看下去 講到人際了 一個人所讀所看 一定有限 所以要認識各種各樣的朋友 所以我剛才說 我有路縮者的朋友 其實現在也有些朋友 我最近有很多一見如故的朋友 我下面坐著那個 各位 何念慈 我們認識很可愛 但我們不熟 我也說回那段故事 因為最近被訪問過 有一天在陪正對面 我就在那裡走 是我人生很低谷的那一天 然後我的樣子已經很不開心 但迎面而來 有個熟悉的面孔 又是跟我一樣的 那樣子都是很呆的 結果我們就說 不如見回我說喝杯咖啡 不知為何喝咖啡的時候 大家說回那一種低谷的經歷 雖然我們的場景不同 人物都不同 但就按了 有共鳴 然後就發覺有安慰 我後來也寫了這個故事 在自己莫約我這本書裡 我想 還有跟朋友定期見面 會不會 你們不用每天都會見面 每天都會見面 所以 我接下來寫的書 也是想關於校園 也是參考了很多身邊朋友的例子 例如阿拉斯沒有說 有不同的才能 不同範疇的朋友 已經是很好的事情 例如有朋友是玩體育 有朋友是玩Hip-Hop、Rap、填詞等等 有朋友是拍YouTube 有朋友是跳舞等等 有朋友是畫畫、VA 或者是寫劇本 或者是研究經濟、數學的朋友 所以 在不同的範疇 大家面對的困難不同 但大家路上看到的風景都不同 大家跟我說 我們分享、聊天、聊天之間 其實都是 好像我在別人的眼睛 經歷了別人的生命 很同意 我也曾經做過一本訪問 當時是我的好朋友叫羅惠娟 羅惠娟回到天假 但她有個心願 要訪問影響她生命的十幾個人 其中有一個 是張偉健 大家可能也知道 看到張偉健 覺得她很生鬼 原來她們倆是適於微時 在TVB大家都未紅的時候 如何給予此 去玩 當然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 叫鄭秀文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到SAMMY SAMMY原來 在羅惠娟病的時候 她上帝好像立刻叫她 她覺得她要關心羅惠娟 每天都發出一些經文給她 是手抄的 我那天看到她們的時候 看到一種姊妹的恩愛 兩個星期內訪問了十幾天 對我來說 我的生命豐富了很多 我看到 其實羅惠娟後來其中一個訪問 令我更震撼 就是和她一起工作的 一位福音歌手 但大家有競爭 原來當時有些心病或心結 誰知道在訪問上 突然間 都停了 兩個人說對不起 兩個人擁抱 我未試過做訪問 為何發生這種事 真是一個生命的禮讚 這些事情 過了很多年 九年應該是娟走了 但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想這些人物 這些生命 但要開放自己 你害怕嗎? 熟了不會害怕 但始終我們現在 可能對雙面人來說 是一個貶義的詞 但其實大家無形之間 都做了一個雙面人 始終對於不熟悉的人 或是一些比較交際的場合 比較公視的場合 始終都會帶起了面具 但對著熟悉的朋友 自然就會把面具脫掉 才是最真正的自己 我覺得 是需要有警醒提防的時候 應該是 應該是 可以一見就脫掉了 沒錯 但當面對熟悉的朋友 打開心房 會是最好的選擇 對 很珍惜這些友誼 我們再下去看看 剛才所說的一些寫作的靈感 我也跳一下跳一下 我覺得聊聊天最重要 難忘的故事 一個意念 其實寫東西 另外一件事 我很喜歡像你那樣 把意念記下來 我就放在電話上 我想你也是 因為沒有時間 用手寫 拍下 很多 手機有很多意念 對嗎?很多意念 但有時慢慢組織 再寫出來 另外 再下去 我想你很喜歡的 上面 那張 對 再上一張 對 拍照 我總是覺得大自然 是一個好的老師 是教我們 或者對我們說話的 這張 在沽木上有綠草 下面那張 就是沙寶 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就想起 我當時做了一本雜誌 大本雜誌停刊 沒有了 沒有得做 最喜歡做的事 沒有得做 人生有另一個低谷 當時我女兒 八、九歲 就叫我去沙灘玩 我跟她組織這些沙寶 誰知道 一個大浪 湧過來 全塌 那可以怎樣 女兒問我 沒有了 媽媽 她哭我又哭 其實她哭沒有了沙寶 我哭沒有了本雜誌 我說 不如我們去遠一點 再組織 結果離岸遠一點 我們就再組織這些沙寶 拍下了一張照片 我告訴自己 不要緊 沒有了 可以再來 你呢 你又想起什麼圖 想起什麼 在大自然上學到的 我是想起一句說話 嗯 可能不是大自然 但想起一句說話 就是 之前我們學校 都是學校的片段 就是我們有一個 磁解的測驗 那個磁解的意思 應該是指 指示的指 我們溫書的材料 都是寫著指 但是後來測驗出來的答案 就寫指示 我們就問老師 那指行不行 黃老師想了很久 我就想想 指和指示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過一分的話 不是應該著重 你可以表達這個意思嗎 指和指示的分別 在我腦海裡 是黑了很久 究竟我們 考這個詞 應該是要在乎 我們明瞭這篇文言文的意思 為什麼我們要寫得出 它的正式答案出來呢 這個也是成為了 我擺在我的備忘錄裡面 一個很好的意象 都是之後想寫 校園消息的時候 可以帶出來 我覺得是的 無論當時那個 到底指是指示 什麼都好 老師怎麼看都好 但是 你能夠讓那個觀念 在腦海裡 繼續去滾動 變成一個寫作的材料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最好的功課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令我想起 我最初教寫作班 說暑假 你知道這些題目 都必須要出的 是一個有意義的暑假 有個學生就寫了 他的暑假去了美國紐約 住在他舅父家 他舅父旁邊的家裡住的 就是拉登一家 知道誰是拉登嗎 是想像的 完全想像的 於是他就發現了拉登這個計謀 然後就告給聯邦 FBI調查局 結果就難阻了這一場 是否很好 沒有炸彈炸到世貿 我呢 是給他全班最高分 大家覺得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 很有意義 雖然他想像 在上帝 有訊息 有正面 然後 他媽媽 翌日給我 他說 老師 他這篇文章 在學校不合格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離題 遠離真實 我覺得可以這樣想 我說不要緊 寫作其實空間很闊 只要你不要只看分數 有時候老師怎麼說 我也說過 我在培政 只有21個老師欣賞我 另外那些老師 因為大家的喜好不同 我還記得我當時 很喜歡體育 如果你寫的文章 踢球 打羽毛球 你就高分 你不寫那些 很低分 我只有60多 所以現在很開心 我看到我母校 應該那些老師 喜好是 真的喜歡文學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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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我真的覺得普遍多了 而且聽到你說 那麼多同學 一會兒又跳舞 又Hip-Hop 甚麼都可以 我們那時候 只是跳中國舞 一句說話 建立清單 下面這個 你有沒有聽過 國語讀了雍 是否讀劉蓉 劉蓉 他也是一個好的作家 他的兒子好像都在寫著 他就說 一篩好的文章 就好像煮一道好的菜 你要有材料 要有生活的經驗 我剛才看完清協的一個即興狀文 我發覺 同學寫文很喜歡 算我講 很可憐 我很記得有一篇文我寫的 不是昨天清協的 是以前青年文學長 他說 你這篇文叫好朋友 你想知道 甚麼是好朋友嗎 我現在不告訴你 好朋友的定義非常廣泛 你可以去自典查 也可以去Google查 但是我想你猜猜 我還事不告訴你 那篇文 我看完第一段 我交叉完便離開 大家明白嗎 一邊繞 繞不到入直路 其實昨天有些即興作文 譬如寫電車 我抄了一段電車的歷史 有趣嗎 我記得當時學習寫作 其中老師第一句說 你第一句吸引不了人 很難 你第一句很重要 我看到你的第一句也寫得很好 你是不是想了很久 其實落筆那一刻是最難的 因為你不知道之後會怎樣鋪排 所以落筆用了很大的勇氣 寫好第一句才慢慢鋪排下去 但我反而不明白 為何那位同學會寫我現在不告訴你 因為這是DSE的技巧 這個叫原念 噢 他做了這麼多原念給我 明白 其實我學寫作 我是在台灣的老師學回來 他幾件事很簡單 你要入正題 你要不要太多我們、的、尿 因為我發覺香港的學生很喜歡 我和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去 我們很喜歡的海洋公園去玩 很多我、我們 他改了很多這些 當下 他盡量說 你看文 看自己的文 你就當你不是你自己 你當自己是一個國文老師 還要很嚴格 然後 咳得就咳得 我發覺這樣叫做trim 文是簡潔很多 生動 所以 我們以前做雜誌 我們想一篇文的題目 想了兩個小時 題目 你很難想像 我還記得 在台灣大學的荷花池 熱辣辣的主編說 你每人想過題目出來 想完不行 又再想 那 這個磨鍊是很好的 你呢? 你想想題目 《花雪》想了多久 《花雪》反而不太難 因為我是以 自愛 愛人 和對世界的愛 三方面去想 可能身邊已經被很多愛環繞 都是 插取身邊的不同愛去寫 即是 家人 友情等等 你呢? 你呢? 就打破了我以前 聽關於寫作的一些 原念 因為我以前訪問一些作家 我問他 怎麼能寫到好的文 他說只要你有一個悲慘的童年 你童年沒有愛 就寫到了 不是的 不是的 有愛也好 沒有愛也好 你想寫 你可以去寫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寫的 不只是所謂作家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些事情 你想表達 怎麼表達出來 在這裡 他說可以 素材平時搜集 單刀直入 精簡 淺白 淺白 我也想說說 因為我以前學 有一個作家曾經跟我說 他說 乃圈 你去註典裡找 譬如快樂 找同義詞 還要找到那些同義詞 是沒有人懂得看的那些字 這樣就可以了 好像英文作文 即是你搜尋 然後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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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語言就會高分 真的嗎? 是的 這是真的 中文是否的 中文我不知道 但我會避免用同一個字 我也會避免用同一個字 不過我不會找一些 連我也不懂得讀 從來沒見過那些字 因為我發覺 如果整篇都是這樣 沒有人會看的 你們會不會看的 其實寫作最重要的表達 是能夠說出自己的內心世界 我很喜歡 我很認同 是嗎? 因為我想寫的就是 現在大眾普遍都是傾向促食文學 但是一些比較純文學的 例如對賭、走逃等等 我想各位都不會去看的 因為是 純文學的框架是太深奧 就好像為勞取亂 所以我想比較傾向寫 可以寫入人心的文字 同時文句也是想是漂亮的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認識 文字的美之餘 也可以在文章裡有所得獎 我反迫歸真、反勞頑童 現在會寫一些 繪本 覺得簡簡單單 但裏面能夠寫到故事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就進入了兒童繪本 其實我想寫作 大家都有不同的取向和不同的階段 我想我現在過了中年 再下去做婆婆的時候 我最新的這本 是講種族共融的 講有個小朋友不見了一隻貓 在油麻地那裡找牠的貓 然後跟不同種族的孩子 如何能夠成為朋友呢 我覺得有優美的文字是好的 能夠不要重複表達也好 但對我來說 我現在記得有個人跟我說過 是最個人的反省 其實原來很多人都有 用不同的文字 能夠做到也好 我以前真的有本寶 是抄下來的 例如快樂還有什麼同意詞 不過現在沒有 再下去 我的寫作心路歷程 我第一本個人的作品 叫《夏娃的等待》 這本剛才說的 《活在地上》 根據不同的時間 做了婆婆和女兒 出了批牌婆婆和新手媽媽 再下去 一天一點光 一些正向的東西 好一個我 以及一些兒童的潰伴 現在 我形容我現在做一些 叫做老友咸儀 好 下去 生命影響生命 嗯 我到現在都很感謝 其實我請了羅老師來這個講座 不過他身體未必應付到 或者都會累 我也告訴他 今天我和穆欣在一起 好像穆欣也見過他 在喝過茶之前 是的 喝過茶 他在中學 他跟我說 我可以做到作家的唯一一位老師 我就是吃著這句話 一直鼓勵自己 一直去創作 一直去寫作 到若干年後 我出了很多本作品 我心裡有個心願 我想找回羅老師 我一直都找不到 但有一天 有一位校長告訴我 他跟羅老師有聯繫 這張照片 是我幾十年後 見到羅老師 把我所有作品送給他的時候 他跟我拍的照片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我看見你到處說 說得我都眼眉眺 我說是嗎 他說 我知道你說我什麼 我說你可以做到作家 我說是呀 你這樣說過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說我隨口說而已 我想他跟我玩 我隨口說 我說你不要緊 老師 你隨口說的一句話 我說我幾一輩子 我幾一輩子 我說無論如何 我也很感謝你 我都很感謝你 你知道他還叫我做什麼嗎 他叫我做小圈 他叫我做小圈 我很開心 做一個人叫我做小圈 其實師母對於我來說 可能是羅老師的角色 真正用生命 影響生命 從來沒有人阻止我寫 但也沒有人大力認同我寫的東西 所以師母可能是第一位 好像剛剛那樣說 其實師母叫我 可能對我們PRAP問題的時候 師母說 對同齡層 有沒有什麼正面的訊息 可以給我 我反而是想呼籲 有地位 有能力的各界人士 其實不要吝惜你們 對年輕人的一份信任 或者一句支持 就是可能一個機會 一個常識 一句說話 已經是可以令我們 可能給現世去摧殘的夢想 可以去死灰復營 希望大家都可以 靡得你們那位拍落 還有 我覺得現在是很提倡 素理科研的發展的時候 是更加需要 像校園作家 這類重視創作的活動 所以 希望大家都可能 要年輕人的時候 就是要去裝備好自己 去沉覓機會 去捉緊機會 去仰望神的恩典 和神的安排 但是希望可能長輩 成年人都可以 不要吝惜你們的機會 很同意 其實在我寫作的路上 無論是羅老師 或者昔日在台灣 願意訓練我 收我做徒弟的 那位叫劉郎淑主編 一路走過來 都會有很多很多人 在這裡當你說鼓勵年輕人 有另一個年輕人來了 是我這本書 叫做《阿媽借杯茶》 是我寫親子的 但是 其實這本也是一本心靈的紀錄 裡面的畫 是我另一位學生 張子喬 你可以起一起來嗎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好嗎 子喬 和他媽媽 何念慈 我的好朋友 來了 子喬 其實寫文都很好 但不知為何他到中學 就很少寫了 但是他的畫 有一天他媽媽給我看 很多種不同的表達 小孩 為何掌握不了 這隻貓頭鷹等等 我覺得走到今天 上帝也給我 或者有這些 尊重的表達 我經常都覺得 有甚麼我可以做 就是鼓勵身邊的人 所以一聽到他喜歡寫文 我就整隻眼睛都光亮了 我的學生也是 如果他在我的班上 拿到最高的成績 我都問 你會不會做作家 昨天有個男生來探望我 他說我會的 羅老師 我還說過一句話 子喬 你記不記得嗎 我說如果你們出書 羅老師還生歐歐在這裡 我就幫你們寫罪 是 你也是 我會的 我也想出新書 但是我經常都說 就是校園對我影響很大 所以我想出一本 真人真事改編的校園小說 當然也會找師母寫罪 其實為什麼想出校園小說 是因為 DSE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捱得很辛苦 我們經常都說 不如不要讀了 我們去徒學 我們去南亞島耕田 或者有時候 我們 那一科考得不好 我們說 倒下了 然後有人會說 不如倒下了人生去 是很壓抑的 雖然是 說笑的話 但是 看得出大家很壓抑 因為 我們除了疫情之下 我們對著螢幕讀書 另外一方面 還要平衡很多 轉了不同方式去舉行的活動 學業壓力 或者是來自家人 或者社會的眼光 所以我們這批年輕人 其實都捱得比較壓抑 尤其是在現世之下 我們有很多個人意志 我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但是被這個制度抑壓了 所以我希望香港年輕人 很有想法 大家都知道 很有才幹 這個彈丸之令 有很多希望和可能性 就像我剛才說過 有不同的朋友 有不同的才幹的時候 但是 那位其實 那位可以唱Rap 填詞 作曲 跳HipHop的朋友 其實他是 無法配合這個制度 無法配合這個數字的期望 所以他可能 在學校的時候 會被 某些老師 或者某些同學 去視為一個失敗者 或者我剛才說過 我們符合不了 那條作文要求的題目的時候 一個佳作是會評為不合格的時候 其實這些數字的定型 對於學生來說打擊很大 因為我們的才華 我們的才幹 就這樣被 標籍規模式去壓殺了 或者被制度去壓迫了 那 所以我想寫這本書 主要是想緩醒大家 對青春有一點期許 即是在Past Paper和補習之外 我們有更大的世界 我們在青春 在不同的 同一片天空下 我們生命的交織和重疊之下 我們有更多石果僅存的美好 希望可以在亂世之下 去提醒大家 這一份美好和歡愉 是青春歲月不可多得的一本書 我都很想寫 都會在暑假很努力去籌備 剛剛也說了 有很多的意念 不知道這本書 真的能否出版 不知道能否免勢 但我都先寫了 是啊 最重要是寫了 我想對我來說 我依然相信 在這個世界 好像陳映真先生說 這幾刻也好 都一定有光 而人世間依然有很多很美麗美好的東西 你說到分數 你知不知道羅老師曾經被人評過是0.5 out of 10 的分數 很低的 不要緊 別人給你甚麼分數 不代表你自己是這樣 你自己怎樣看自己 怎樣能夠堅持自己的信念 我見到有很多年輕人 他可能在分數的制度之下 他未必考到很高分 但會過的 外面還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這段日子也認識了很多年輕人 他們自己成立一個關懷少數族裔的NGO 那對年輕人都很欣賞他們 就在那些可能性上 繼續不要放棄 努力堅持下去 所以我希望這個作品 沒錯 當然寫到那種屈結 但不要停在屈結那裡 找回一些解開屈結的方向和路向 我想對大家來說 都是一種很好的勉勵 那我們的時間是否差不多 會不會有些同學 或者有些家長 或者有些朋友 你有些問題 或者我們交流 會不會有呢 是 大家都 是否很長途拔蝕 歷盡奸身 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外面有一些新的想法 你沒有想過 作家會出一本 叫《親子溝通遊戲卡》 這一套卡 是我的女兒升小一的時候 發覺不懂得跟她溝通 於是就想了很多場景 現在都差不多二十年之後 又有孫子 又開始想回家庭、學校、社會 以及個人四個範疇 有些情境 譬如說什麼呢 看到大人過馬路 紅燈過馬路 你會怎樣 你有沒有見過 如果你小時候 你會跟爸爸媽媽說 她又紅燈過馬路 還是算了 不出聲 會呀 我會說 我經常都會說 是的 或者有時看到 同學穿著校服過馬路 即是紅燈過馬路 也會說 也會說 是的 這是一個遊戲 另外一個就是很心靈 就是我和我先生學牧師 最新的著作叫做 《刻在心上的那句話》 就是我們看聖經的詩篇 裡面有很多心靈的反省 然後再加上 有一些叫做 書法 靈修書法 很好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空間 是不是很漂亮 這些字不是我寫的 是別人寫的 可以安靜 讓一些正向的說話 我們覺得上帝的說話 留在我們的心裡 《刻在心上的那句話》 另外那本書就是 昨天來了 《愛美》 他講烏刀語 那本書 他也有份參與 就是 《什麼什麼不見了》 裡面有很多 油麻地的風景 你不要小看這本書 我們用了很多研究 應該穿什麼衣服 應該怎麼擺放 很多東西在這裡 有油麻地的特色 對 差不多了 現在是多少點? 我也不知道 咦? 答白了 是嗎? 是 好 這位 兩位好 謝謝你們的分享 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 怎麼可以寫到很感人 很撼動人心的文章呢? 是 好 我覺得 是要躺開自己的心胸 就是 其實我們說 如果你要寫面對 傷痛的文章 其實就 就好像再次經歷那種 黑心冥骨的 黑骨冥心的痛 是 血淋淋的 是要 再自己 撐開自己的傷口 去挖心 去深入自己的心房 去找回那段記憶出來 重新去解剖那段記憶 再去寫 但正正是因為這些 這麼真實 這麼末生生的例子 才可以 由同樣經歷的人 是得著那份共鳴 才可以寫得進人的心裏面 作為我一個 已經年過六十的人 我從另一種角度去說 我想 你也應該有很多故事 在我們的人生裡 一定有很多甜酸苦辣 高低 起跌 有些東西 好像埋在一個 雪櫃那裡 你以為不理會它 但有些時候 你聽到一些說話 又會勾起 所以很多時候 我本來以為 忘記了 但 聽到一些人 可能 他同樣低分 零點五 我就勾起 那種情懷 於是 我就寫出來 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 我都試過 有時候寫 有人 都會哭到 眼睛腫了 我都不怕告訴大家 然後就跟自己說 不好了 靜低 靜低 再過濾一下 又又再寫出來 但當寫的時候 就不只是很負面去看 我要怎樣罵人 那些我十幾歲會寫的 我十幾歲都會寫一些 憤慨激昂的東西 但到現在 我就慢慢等他沉澱 因為有信仰 我在這個討告中 我覺得我自己怎樣經歷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譬如說 有些傷害我的人 當我再寫的時候 我會想一下 到底 可能他自己都經歷過傷痛 最特別就是 我看回我爸爸 我用了很長時間去 消化我爸爸的情緒病 和對我生命的傷害 到我有十年要照顧我爸爸 我就跟他相處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問回他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做 我有空就問爸爸 我說爸爸你小時候怎樣 他說我小時候很慘 我們有十三兄弟姊妹 一做錯事 任何一個人做錯事 就排隊被媽媽用藤條打 你想想 他說每天都被人打 然後我再想 我才明白 爸爸後來變成那種很敏感 情緒有事的個性 是跟他家有關 然後有些人又跟我說 你不如想想爸爸的好 爸爸怎樣表達愛 我年輕的時候 覺得他沒有 他就是經常跟媽媽吵架 他怎樣表達愛 但是慢慢慢慢 我發現 他沒有人教他做爸爸 他完全不懂 他是在大陸走爛 當時躲避日本人 他一生都活在那種驚慌之中 然後他的表達很簡單 我後來有一次想 他很喜歡吃栗子 我當時自己一個人開了一個機構 他就在太子島 每次來探望我 就買包栗子 又拿到上來 就這樣放在桌上 吃吧 就是這樣 然後就走了 我當時覺得 你喜歡吃的東西 為甚麼逼我吃 但是 其實他的吃 就是女兒 我愛你 女兒 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想你吃 變成 我為甚麼會寫 我看到栗子 我就想起這段往事 然後我寫出來 也有些讀者說 令他想起 他爸爸 雖然對他不好 但原來他爸爸也曾經對他做過一些事情 可能我現在這樣說 你們也想起一些圖畫 一些畫面 就是 當我們的心願意闖開 然後 多受善感 是好的 你就會想起很多畫面 很多東西 可能我的人生月曆比較少 在16歲的人生裏 我所經歷的都是比較開心的事情 在學校和家庭之下 被保護得很好 在學校和家庭之下 但是 都明白 在 可能漫漫長路裡面 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寫作是 剛剛也說過 寫作不是一件消耗的事情 是一件對現實生活的延伸的時候 希望可能 這些經歷 這些傷痛 都可以化作對別人人生的暖心支持 以及帶來共鳴的鼓勵 不過我覺得 如果能夠開放 一直接觸 我覺得 另一個打擊是 我媽媽突然間過世 當時有人接觸我 關懷我 所以 到傷痛過了之後 我就很主動地 如果我身邊有朋友 喪親 或者突然遭遇一些意外 我會走多一步 關心他 問候他 然後我進入他傷痛的時候 可能都會勾起我傷痛 但原來 Suffering Connects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這個很簡單 但 真是So True 你的痛 和別人的痛 將你的心連結了 你好像還有事情想問 或者少許分享 好的 我不是從事寫作的 我是做芯片設計 即是隻手可熱的人 但是 我愛上寫作 但我不是寫作的 但不知為何 很多朋友說我寫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別字 但是很狠狠 但我不知為何 但是我自己想過 可能是一個原因 就是 我不知道是先天還是後天 我是不能夠忍受 看到世間很多受苦難的人 那種痛 有些人好像感同身受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寫作 很狠狠的人 的文章 可能是 一個人要有很多經歷 即是要有很多 甜酸苦辣 五味雜塵 等等 加上有一種 一個狠狠的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麼 那種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麼 那樣 會寫到一些東西 即是要切開自己的心 是很坦蕩蕩 完全不保留 像洋蔥一樣 即是成為坦白 那種 這樣老實 但我是可以很狡惑 其實我曾經教成人寫作 發覺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叫做愛寫就得了 開過兩次班 結果拿第一名的上語10分鐘 全班寫得最好的都是男士 我很驚訝的 又是那些好像你說的 我不會寫東西的 我是工程師 但他寫得很有感覺 如果從一個男女的角度來看 男性過了某個年紀 那些感性就會出來 那種感覺就會湧現 然後就記錄下來 我鼓勵你繼續寫 你說可以精進 我記得以前的老師跟我說 你找一些跟你的頻率相同 你覺得你看他的東西很有感覺 那你就一直看 一直在當中就容易學一些 如果你說叫我看一些很深奧的 就跟他的境界很遠 那我又未必了 那我反而物以類罪 你繼續可以精煉一些 譬如我記得是不是 穆欣你跟我說 不知道是誰跟我說 最近要寫校園類的書 你就找多些 怎樣寫校園生活的小說來看 我覺得是一定有幫助的 還有現在 Facebook這麼成行 你可能都在不同的渠道可以發表 多謝 鼓勵你 鼓勵你 無論是甚麼年紀都可以 今天很感謝兩位精彩的分享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